奶奶想帮孙女洗澡 她却不停往后说 看到董事道让人心疼的春天 嫌妈心酸的一塌糊涂 为了给春天洗澡 她亲自下场陪洗 嫌妈哭得不能自已 这是她的亲孙女啊 为什么命这么苦 曾经嫌妈做的事还历历在目 逼永心相亲结婚 却在知道对方人品后 痛骂男人一顿 把春天一家当温神 却在危急时刻已深档时 想把永心赶走 却重金让侄女去献血救人 被老公抛弃弃子的嫌妈 希望儿子长大有出息 而不是娶个村姑 一生都困在这落后的小岛上 所以对永心及孙女一直视而不见 即使全村人都知道春天和她的关系 只要没说破 她就可以当不知道 但血缘关系不是这么容易割舍的 最终她还是被董事的春天打动 谁不想有个乖巧可爱 又聪明董事的孙女 嫌妈再次对永心口是心非 恶言相向识 西贤怒了 自己本来就已经对他们母女愧疚 在往回的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母亲还一个劲地拖后腿 她指责嫌妈一直不告诉她真相 让自己走上老爸的旧路 被儿子这样误解 嫌妈彻底丧失了生存的欲望 她慢慢走向海中 这时候爷爷出现想把她拉回去 在拉扯过程中 爷爷不慎摔倒晕了过去 幸好及时救了回来 可她醒来的第一件事 却是要买巧克力牌 第二天的晨光中 小岛上家家户户门口 都神奇地出现了一块巧克力牌 而爷爷却没能醒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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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